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周末啊 节假日啊 甚至平时啊 想去一些近郊游玩的时候 那这些事儿你在城里满足不了 人又往外走 那你可以去成立一些这样的艺术的需求 对吧 反正天儿比较好的时候 我看那些农家乐是家家爆满啊 这是一个选择的方向啊 这是关于艺术需求的 那么关于降维的这个事儿呢 呃 大家可以看看前几年 城里有哪些事火啊 这几年可能城里没有那么火了 但是在村里呢 可能还没有这种成套的成熟这种服务起来的 比如说几点啊 你像快递 我觉得现在快递这个行业 在有一些村镇 可能还是有这种机会或者需求的 那城里人可能已经很适应了 比如说现在 比如说快递了 点个中午吃个饭都叫外卖了 但是这种服务啊 随着电商的不断的渗透啊 拼多多都干成什么样了 对吧 那么是不是村里啊 也对这种电商的这种 或者叫快递的需求越来越多了 那这地方建一个点 是不是能挣一些钱 再比如说就是一些人们光发的服务 你像婚庆公司 我觉得可能有机会 因为我们公司原来有一个同事 就回家干这个事了啊 好像确实干的还不错 就是他在大城市里见过很多的婚庆嘛 那见个围 然后组织组织 因为之前可能很多就是在家里办办宴席 但是现在年轻人嘛 出来看完了之后 回去之后 想自己的婚礼办的更好一些 在当地 又没有这种很好的婚庆的服务公司 哎 搞一个 也有可能等等等等吧 总之我觉得 如果大家啊 这个想回乡创业的话 可以沿着这两条思路去想啊 一条就是城市溢出的一些服务的需求 另一条呢 就是城市前年比较火 比较成熟的 那么逐渐的随着这种服务的迁移啊 降维啊 到村里去 也是一条思路啊 欣赛 Basically 我来说 我们不是在城市上ops customer